也許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數學函數上面 這邊就有那個樂透彩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後面會延伸就是叫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那兩者之間其實有一定的關聯性 所以這個我們慢慢再來看 那第一個的話我希望做出來結果 也許就長這樣 這個機率的話呢 是一萬萬分之除以 這個是分母分子前面是243 類似長這樣 我可以相對的比較不會是小數點 小數點看起來其實會 相對的因為小數點數太多了 所以看起來其實眼睛蠻花的 那如果我希望很容易讓人家一目瞭然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它做成類似像這樣子 一萬當分母 245當分子 類似像這樣的格式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是兩個相加合計 所以又做排名 那排名之後的話 幫我把那個就是這裡面的前七名的排名 那前七名當然你做完排名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第七名有沒有 第七名對應到的是12號有沒有 12號把這個資料呢 搬到這邊來 那底下的話呢 可能又是下一個21等等的 幫我條列下來 那以前的做法的話 當然要怎麼辦 怎麼比較快一點 這大家後面我們再來看 如果寫成VBA的話 像這個我是寫一個VBA程式 就是一個前七名的程式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前七名的話 基本上就跑個回圈嘛 4i等於第二列有沒有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做什麼呢 如果它的名次是小於等於7的話 再像這個 那就把它同一列的A欄的資料 幫我把它複製到這個F欄的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一直往下 那這個對應的程式該如何轉型 如果我剛剛講完 你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VBA能力 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程度了 OK 那我們在後面再來看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需要統計 剛剛講的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把這個地方 游標放這邊嘛 插入函數 那我剛剛講過 統計的裡面的count if 算次數再處理總共的號碼 所以count if 然後range切到這邊來 不過特別注意 我切這個101年之後的話 那它會前面會多一個什麼 101年的驚嘆號 就是哪一個工作標 那我後面的話跟它講說範圍 那以前的做法 就是你可能要先選什麼 游標點第二 然後向右拉 然後再向下拉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動作 其實很愚蠢 當然我不建議你這樣做 但這樣OK 可是如果以後你的資料 非常多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你一定會手忙腳亂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選的話 一定要記一個快速鍵 叫ctrl-shift向下 先選橫向的七個 再ctrl-shift向下比較好 OK 你就不用管說到底最下面是 到哪一列了 反正它向下追蹤 尤其那個 有時候列數到幾萬筆的話 或幾十萬上百萬筆 那你怎麼說 向下拉 哇拉半天 可能拉一整天都還沒到底 那不是頭痛嗎 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是建議 如果以後 你看到這種 跨工作表的某個範圍的話 我是建議 一律把這個範圍 取一個名稱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以後交那個名稱 上面的話 不要用工作表 跟範圍的方式去敘述 因為這樣敘述方法 其實說真的 看其實蠻混亂的 那我建議你可以用定義名稱的方法 那定義名稱的方法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名稱比較容易理解 第二個的話 像我們將來 這個範圍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有沒有 一定要把 第二的二一定要鎖起來 加個錢的符號 追100一定要加個錢的符號 否則的話 如果沒有鎖 你向下填滿 有沒有 那一定 你的那個列號又會增加 好 那就錯了 所以喔 我是建議 第一個 你這個地方範圍可以改成定義名稱 那怎麼定義名稱 把它取消一下 首先的話呢 你在做 剛剛動作之前 請你把101年的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呢 優標先向右選七個號碼 從第二到最後 然後Ctrl 序格向下 先把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 慢慢請各位學一個方法 叫把這個範圍給它一個名稱 所以你必須要把游標移動到 Excel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範圍我根本沒用過 這個叫什麼 名稱方塊 名稱方塊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 甚至是用都沒用過 OK 用都沒用過的話 那我覺得你Excel 其實是沒有正確的把它使用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OK 那也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那名稱的話呢 當然我習慣是給它什麼 101 例如說101年好了 那特別注意 名稱在Excel裡面 或在以後程式部分的命名 記得不能用數字開頭 也就是你不能這樣 你不用按Enter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必須輸入什麼有效的名稱 因為不能用數字 那怎麼辦 沒關係我改一個名稱好了 也許叫什麼 開獎 開獎 你看 開 開獎101好了 OK 開獎101 OK 然後把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開獎102也要用 OK Enter 輸入完之後呢 請你按Enter 好 這個時候呢 以後 這個範圍就叫這個名稱了 OK 那你將來可以按F3 它可以讓你存取 待會試給各位看 第二個的話 這個範圍 對嗎 一樣呢 102 你先選7個號碼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改一下 叫100 開獎102好了 Enter OK 好 那兩個範圍之後的話 接下來做什麼 切到統計分析 再做一樣的事情 看康乙吾應該最近 康乙吾應該用到 最近使用過的 Range 剛剛是要切過去選 現在不用 按F3 它就會跳出什麼 名稱出來了 也就是以後的話 你可以把名稱先定義好 然後配個F3 就可以怎麼樣 把名稱調用出來了 記得喔 按那個F3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按一下F3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出這個清單 那你就選的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 選這個範圍 點一下 OK 那未來如果有一個問題 假設你按F3 它不理你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打 開獎101 也可以 自己打它OK 然後Critory是什麼 選1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喔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範圍帶過來了 這個範圍帶資料 一定是個陣列嘛 所以大瓜糊 然後去幫你算一下 裡面1號出現的次數 次數喔 Counts嘛 Counts if 然後17次就回來了 OK 所以按確定 所以總共101年 開出1號的是17次 那你像它填滿的話 它也會次數啦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要算次數 我們要算機率 所以在除以什麼 除以總total 當然你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可以用什麼 用Count 剛剛講那個Counts函數 統計裡面 你可以Counts C開頭的 那這邊的話 有一個叫Counts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 OK 那其實底下有一個Counts A 那你想說Counts跟Counts A 什麼不一樣 其實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Counts是算數字的 Counts A是不管是不是數字 反正只要有資料 它就算有資料 它就算一個 OK 所以我們用Counts好了 數字按確定 然後你按這個範圍的話 按F3 跟它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這個範圍 裡面有幾個數字 它回來跟你講693 OK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規則帶到這邊來 後面除以什麼 除以 然後Counts 所以你可以把Counts的公式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來 那把if拿掉好了 然後後面加一個後瓜糊 不就OK了嗎 除以它總total 總共有幾個號碼 有沒有 那它你向下填滿 不過看起來這小數點太多了 而且看起來其實不那麼友善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把它改成1萬 當分母 次數當分子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選取它出成個格式 記得找到什麼呢 這邊也叫分數的格式 那分數的格式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當然有那個什麼 有沒有1萬的 1萬當分 沒有 只有100的 那怎麼辦 其實以後跟各位講一下 假如說裡面沒有你要的格式 記得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叫什麼 自訂 這邊100對不對 那你要變1萬怎麼做 加兩個0不就好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沒有沒關係 自己補一下就好 按確定 可以向下填滿 OK了 那1020怎麼做 很簡單嘛 把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把101 看102比較好了 OK 因為它名稱差一個字而已 所以以後如果103再貼 繼續貼 OK 那如果你寫VBA的話 那更簡單 你把它這個名稱也許做個陣列 這個格式的話 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什麼樣 格式套過來 向下填滿 然後這個 殼器的話就把它等於什麼 你就直接等於 這一個 加上 這一個 兩年加在一起打勾 向下填滿 就OK了 那排名的話 你就可以插入函數用什麼 一樣統計在裡面的那個 rank.eq rank.eq的這個函數 這個 按確定 那它會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 你的這個 核氣結果 第二個的話呢 你的範圍 範圍就整個範圍 所以優標放這裡 當然你可以砍出去 向下 有沒有 D2到D43 對不對 那一樣啦 如果你按確定 當然向下把它填滿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它會自動加1 D3 第二邊 有沒有 範圍跑掉了 向下 你看這個可以 所以這個一定要改 但是這整個範圍不能動 那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啦 你可以加錢的符號 有沒有 加錢的符號 這樣就OK 打個勾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那排名呢 就全部做完了 不過啦 我剛剛講過啦 你想說老師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名稱就好了 也可以啊 你以後的話 你把這個範圍改成叫合計嘛 那以後的話 按F3 這邊合計 這邊也合計 這樣也是可以哦 比如說什麼 這個名稱有沒有 Ctrl C 底下的範圍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把它取一個名稱叫合計 合計 Enter 這個範圍就叫合計 那我將來如果用REG.EQ的話 我一樣哦 這個LUMBER你就按F3 直接給它合計 這個範圍呢 也F3 也叫合計 按確定 向下填滿就好了 不用任何做鎖定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會 常常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這邊合計 這邊也叫合計 那為什麼它可以得到對的東西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看一下參數 這個參數是LUMBER 指的是它只會取一個 也就是如果它是一個範圍 這麼多哦 它只會取什麼 它跟它同樣一列的 第二列 所以它會只取第二哦 因為它只會取一個 那如果它的參數是REF 或者什麼array range的話 如果你給它整個範圍 它就把整個範圍取回來了 所以最大的差別是在這裡 OK 也就是說它的合計結果 在這個範圍裡面排第幾名的意思 那order的話我沒有加啦 為什麼 因為order 如果你假設它是說零或省略的話 表示遞減 意思是說 合計的結果會越來越少 那當然就是我沒有 所以我剛剛就省略就可以了 除非說你要顛倒 你要排機率低的在上面 那當然就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OK 不過它顛倒排序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 向下填滿就OK了 那定義名稱有個好處啦 就是說 因為它已經是名稱了 所以它的範圍不會跑掉 也就是你以後呢 就可以忘掉 要不要加錢符號的這個需求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這部分 試著做著看 我剛剛重點回顧 1 先把這個範圍 有沒有 先選取 ctrl序的向下 定義個名稱 這個開講101 開講102 再來就是用counif來完成 然後count 最後的話呢 按右鍵 記得儲存的格式 沒有萬分之多少 你可以用什麼 分數 這個百分之多少 來加兩個0 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把樂透彩的這個範圍體 試著利用 我剛剛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定義名稱 第二個 counif 第三個用count 然後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用rank函數 總共大概會有這幾個重點 請各位試著把剛剛講的部分 把那個排名給算出來 不過算出來之後的話 當然還會遇到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下一次資料又變動了 然後我希望下一次資料 能夠自動又完成一次的話 不用再重來過的話 那當然我有必要把它寫成VBA 所以還可以 VBA的話 該怎麼做 是我嗎